就在刚刚小雨神开播回应 昨晚阿泰与陆小明吵架的节奏 天赐战队陆小明退出 换成其他射手 是因为昨天的一把训练赛 其实昨天是我们打的最好的一次训练赛 我们所有正选队员都在 而且并且三比零零峰对面战队 但是在这种这么好的开局情况下 我们崩了 我们直接 我练了这么久 练成了 结果大家都退赛了 那也没办法 温馨无愧了 这件事虽然是阿泰先骂人的 但是小雨神却认为陆小明的过错更多 因为这几天训练赛 陆小明一直都在打断阿泰说话 一点也不尊重别人 这也就导致了 昨天阿泰积怨已久的情绪彻底爆发 还是那句话 你定好了主指挥 你就应该稍微执行一下 对吧 一点执行力没有 无视别人 对吧 打断别人 对吧 你定指挥的时候 你又不说话了 就说没事我同意 那句话很凝点 我没意见 我没意见 小仙女们别骂我 我没意见 我没意见 定好了 对吧 我要是没意见 你定好了人家主指挥 你这个进去 在游戏里面 又不听人家的 又打断人家 又不听人家的 那这算什么事啊 对不对 你说这算什么事啊 最后小雨神也是正式澄清 劝露小明 格局大一点的人不是他 而是前段时间 与黄浦军校校长 侵略发生矛盾的水满满 就大家都大度一点嘛 听到没 大家都大度一点啊 都大度一点 听到没 听到没 听到这个声音没有 是谁说的 是谁说的 黑子道歉 不是我说的 我不要叫我大度瞎了 我昨天晚上都哭了 我都快从我18周跳下去了 活不下去了 哈